我们这节呢看一下在这个插入模块中 我们来通过它的蒙版 使用前景图层来排除一下这个手指 前边我们做的这个对中我们呢 这边手指呢它有一定的被这个屏幕盖住了 怎么样排除 首先我们需要在图层中 需要跟踪数据暂时呢不显示 然后我们在它的插入的地方 你可以先暂时关闭我们的屏幕 那这边我们在这个图层层中 你也可以暂时在这边改成无 这边呢不显示任何内容 然后你点击一下渲染 这边没有任何元素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插入模块的地方 直接把这个屏幕暂时关闭 然后选中你跟踪图层的话 点击到跟踪的话 注意这边的按钮 如果你这边都关闭的话就看不到了显示 所以注意这些线段的显示 这是我们最初的这个跟踪的数据 那这边我重新追踪了一下 你可以跟踪中间也可以跟踪外侧 然后你的跟踪数据是不变的 那我们这边如果要对手指进行修复的话 比如你在起始的地方 我用这个X线段 我再新建第二个跟踪点 所以这边就多画一些点 尽可能的让这个细节呢丰富一点 所以你一层做一个 这边再移动一下调整一下 这是我们要跟踪的点 那我们这个图层二放在下边 我们可以去双击重命名一下 比如这个是手指 手指的话这边我们连接呢 就给它连到图层一 也就是之前的数据 可以看一下如果调用之前的跟踪数据 它能不能很好的跟踪上去 我们看到跟踪的整体结果还是不错的 这边稍有一点调帧 那你在这边就可以拖动 加一个关键帧移动一下 我们就不用重复的再去跟踪第二段数据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对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修补 后边移动量不是很大 主要看的是这个边缘 外侧呢它不会触碰到屏幕 所以也不用担心 那这边居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后边旋转之前可以再加一个针 移动一下 那注意我们在最后一针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大的偏移 这边我们还是人工调整一下 可能是由于镜面反射和高光的原因 我们这边可以圈选一下所有的点 然后把它移动回正确的位置 这样子你的帧数基本上 这边我们要基本都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边也可以稍微微调一点 最后几帧稍微有点问题 其他的帧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是手指的跟踪数据 那怎么样把数据套给插入模块 这边我们还是选中之前的涂层 因为它没有做任何追踪的处理 所以这边我们也没有开启它的追踪 然后你连接到图层1的话 它的这个追踪数据也会失效 它会使用图层1的跟踪数据 回到插入模块 那这边我们再把之前的手机屏幕 这个图像开启 手指目前还是遮挡的情况 那我们如果要显示它的话 前面我们看过在这个左边的位置 比较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蒙板 我们可以使用前颈图层 前颈图层这边就选择手指这个层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使用图层之后 它是一个翻转的状态 也就是手指之外的状态 我们再翻转一下 那你看到手指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我们这边也开了锁下鱼画 给所有的边缘都加点鱼画 手指也会出现这个鱼画 然后这一针渲染 你的针渲染之后才能看到更明显 这边可以把这个S或者是这些曲线 但是都不显示 那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手指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尸图在运动的时候 这边要前后都渲染 要不然我们看不到它前后的变化 我们还是要回到系统的渲染菜单 我们就往后渲染几针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手指很稳的贴合在屏幕的前边 我们停止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数据 所以这样你解决了第一个手指的问题 同样第二个手指也是相同的方式 我们还是用这个线段去画 画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把以前的数据隐藏一下 在这个插入模块中还是把这个屏幕关一下 注意你不要在X的这个方式上去点 这样它是灰的 必须在选择工具上去点 我们在插入中先把屏幕暂时关闭 然后你还是用X的方式 你可以重新去追踪一次 也可以继续套用前面跟中的数据 那我在这边就选择这个图层3 可以双击 比如这个是手指2的图层 那比如我画了手指2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之后 但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图层1中 在蒙版的地方我只能去选择一个图层 我不能同时把手指1手指2都加入 那这个手你只能说 我们删掉这个手指2 那这边我们删掉回到一个手指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在做蒙版的时候 尽量呢在一个蒙版上去把多个都形画出来 那这边我们就用这个X加的方式 等于你选中手指多层 把它的这个部分呢也画出来 我们就不做细致的调整了 这边你画出来之后 然后在图层1中我还是在插入的地方 只选择这一个蒙版 就是手指层 那这个时候还是翻转一下 我再把这个手机屏幕调出来 这样子你就会看到两个蒙版都在这边正常进行了显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整体来说在进行Roto贴补之后还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这些边缘还是需要呢多做渲染 才能看到更真实的这个边缘 但是我们看到上面的手指呢比较的清晰 下面的手指呢没这么清晰 它有这种块状 我们需要呢去渲染一下 因为你所做的操作呢都是要做渲染的 而且这个蒙版我们选中之后通过移动工具 这边再点击下这个显示按钮 我们都需要呢去做各种调整 然后再去重新渲染 你才能看到更好的边缘 所以蒙版的微调呢是要花时间的 而且这边我们拖这个蓝色 也是可以向内去给它加一点这种羽化 重新渲染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 这边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显示点击隐藏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结果要比之前更好一点 当然上边我们看到这边还是也需要呢去加一点 所以roto是一个比较细致而且花时间的工作 那这边都是需要呢每一帧都去渲染 你才能看到更好的这种融合的结果 当然在这个正常的速度中你是很难看到这个地方呢它有这个不自然的情况 当然我们做了很多复杂计算之后需要把这个成品去输出的时候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选择文件 这边你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单独的视频 我们在这个菜单中选择导出渲染剪辑 那在这边你可以去把这个片段根据你的帧数 然后输出图像序列 还是说输出视频文件 比如你选择视频文件的话 选择一个输出的目录 比如我就选择这个C盘 我随机选择一个目录 我放在这个目录中保存一下 输入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是我测试的视频 这边我就不用构选其他的设置了 我们可以把帧数缩短一点 比如我就渲染前边这几十帧 看一下这个结果 然后你点击试的话 这个影片就会开始弹出一个压缩的设置 这边你就可以根据压缩的类型 我们可以选择H264的方式去压缩一下 当然在后期中除了视频格式之外 我们序列它也是常用的 这边我们再重新倒出 序列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你用tif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这边会有这个文件名称的前缀 后缀 然后我们这个目录设置好之后 帧数缩短一点 我们就渲染前三十帧 然后这个就是 所以它的这个开始 从零开始 它的这个数值的命名是零二 然后这边我们开始试 那这样子因为数值不是很大 很快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 这边因为我只输出了三十帧 很快我可以看到我重新输出的这个结果 然后在最终tif渲染出来的画面中 整体的结果我们看到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在练习插入模块的时候 重点就是你要把这个跟踪的边角 还有它的变形设置到位 其次呢我们再设置一些语化的参数 和对运动模糊的一个支持 这个时候你在渲染之后 你的结果呢才能达到一个最佳优化的显示 感谢您的观优 感谢观看